就是很多人就是在網路上都說 什麼年代了你們還在打獵 但是真的不是用錢嘛 最高尚的 每個人都有每個人文化嘛 那原住民文化應該要沉默下來 我是覺得這樣 我們今天就是跟著那個人愛香香場 我們今天的主題就是 跟著原住民去打獵 這個就是我們從場到獵場 入山的時候 有一種儀式 要有檳榔、酒、還有香菸 我們為了要尊重我們的祖靈 我們同時對這個三省也是一種敬重 所以我們進來之前 我們都會有一些簡單的意思 如果沒有準備那麼多東西也沒有關係 就是隨手的香菸 要不然你就是要自己莫倒 讓我們祖靈也好、三省也好 都知道說我們現在就是要去打獵 他們是合法獵人 他們是原住民身份者 那我說我們今天狩獵是合法的 有正當合法性的 不然怎麼會邀請到香長來 今天就邊開車 看到獵我們就打獵 辛苦你們兩位年輕人了 就靠你們啊 你們牽毛準不準 還可以啊 做完之後 我相信我們的祖靈 我們的三省啊 都會給我們適當的戰利品 帶回去 好 我們原住民也是一樣 夠用了我們就回家了 對對 也不會濫傷 還有我常常強調 原住民獸獵回去都是分享的 對 對對對 因為這種東西齁 就是我們從小就有一種 的觀念 原住民這個分享的這個習俗 跟俗話 也是我民運為傲的齁 我有拍很多片 是要將近十片 就是幫原住民發生的 對對對 這支影片拍攝之後 我不知道我什麼時候會上片 其實我還有四年前的影片 我都沒有上片 我覺得真的原住民 也謝謝你啊 文化要傳承下來 也謝謝香腸真的百萬之中 特地全程要陪同喔 而且我們要相互尊重 我們自己的文化 對對對 這很重要 好 開始囉 好 沒有啦 沒有啦 登山客 常常為什麼要有三難 就是很多的競技跟他們 他們沒有實戰經驗 對 我們如果說晚上去打淚 躲到山崎縣上面 一般的人都是會說 頭上一直到上面 都不知道旁邊的環境 有沒有躲峭的那個傷害 對 危險 對啊 事實上我們打淚 並不是說 因為的在這個上面找東西 那揮鼠來講 他吃過的東西 也會掉下來啊 人家兩次燒餅 怎麼會掉芝麻嘛 對對對 所以這種狀況 就是我們祖先啊 傳交給我們的 智慧 謝謝 謝謝 你們打人打 走 他不打人機了 很遠 我一直很想幫原住民發生 因為在台灣 住最久的應該是原住民 但是 當時原住民為了養蝦夫婦 為了翻神 原住民文化打獵 撐那段 然後現在又有動保法 也有保法 搞到原住民要狩獵 他們都有性質 可是很多人就是在網路上都說 什麼年代了你們還在打獵 但是真的不是用錢嗎 最高尚 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的文化嘛 那原住民文化應該要存在下來 我是覺得這樣 其實文化的價值跟它的主色性 在手類裡面就完全展現出來 我們不能說用你們自己的價值觀 來看我們原住民的文化 我們常常在講 台灣真正的果然是 我們原住民族 對 沒錯 我們原住民其實都承襲了這種 我們祖先啊 所交代給我們的 什麼時候可以去手類 什麼時候不能手類 手類的時候 你也有什麼禁忌 這個都有傳承下來 事實上外面的人並不了解 你不要把它化作等號 慢慢來沒關係 慢慢來沒關係 還在還在 還在 OKOK 來 等我 等我 來 有沒有 有 好 厲害喔 走走走 成功成功 這樣我們把一些 覺得它是很高尚的 一樣把它丟在山上 我們會火 它們不會火 當然啦 我們原住民只要再把翻刀 帶著我們簡單的洗腦 我們就可以上山 對 一待三五天 搞不好還滿載而歸 對 對不對 哇 厲害厲害 這個就山橋 這樣被保育了 其實我們台灣最嚴重的外來種 就是流浪毛狗 台灣流浪毛狗 也有送到動包保護 台灣現在最注重的食物服 穿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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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的 都是被流浪毛狗咬齁 死亡率最高的人 再來才是露殺 一般獵人不會去打蛇虎 今天 這是第一隻嘛 那我們再打個幾隻 讓這些原住民的朋友拿回去分享 料理的部分我們就不拍了 因為你們回去給部落的人 還是給朋友 就分享狩獵的成果 對 對 那好 那我們就是回程 然後有就有沒有就沒有 這個沒辦法造假的 齁 這個是橄欖樹 飛鼠多吃這個橄欖 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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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白啊 大肆飛鼠 其實飛鼠的 它的爪子齁很恐怖的 真的很恐怖的 真的很恐怖的 對 大家看一下齁 那個飛鼠的牙齒更恐怖 哇 這打的是真正性的 哇 會老會肚子 你等一下提 野生動物都是 有一定的危險性的 有有三娘 還沒看啊 有有 這保育類我們就不打了齁 其實原住民打獵他們是 有原則的齁 再看一下嘛 草草沙羊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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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幾百米 有 盡量照給你們看 啊 在那邊 快點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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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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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ought 人手 還可以 再三ven的平台 不好潑阿 我們槍枝的運用阿 其實目前為止 管支還蠻多喔 vid 範法裡面 應該把槍枝啊 要去切代化 讓我們所謂的 這個命中率高喔 如果今天 槍枝的 有切度不準 不能夠 所有的 槍 造成那些動物如果受傷 跑走的話隔個兩三天也是實在放假委外 那對生態平衡來講並不是一件好事情 我想這個值得各單位去逆向的去思考 把這個生態平衡跟我們現在的寡龜都能夠結合 也讓我們原住民出去手淚都能夠非常平安 而且非常順利 這是我的小舊子 他是假的原住人 小心喔 原住民打力很準 小心小心 喔 光的 大家都認得山腔喔 他是山腔最危險的地方 這是他的療養 他的療養是很恐怖的 他草食性的沒錯 但是野生動物都有一定的危險程度 大家還是要小心一點 我們這邊把它裝出來吧 和家分享吧 我們原住民在打類的時候 我們的主宣和前輩都教導 必須要知道我們生態的平衡是非常重要 不能夠無限的去打 掠取到我們需要的我們就回家 拿回去以後最主要是跟家族的我們分手 分享的過程當中 才是我們最愉快的 這是我們原住民的精神 也是我們熟練的分手 我們今天要傳統一下你們 知道嗎 知道 如果您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